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抱歉 我那可怜的家法就不会算了 好了 言归正传 驴鼠的繁殖能力那么强 怎么就没听说他们泛滥呢 是天敌太会吃了 还是出生存活率太低 其实都不是 驴鼠闻名世界的两个特点是超能生和集体自杀 传说当驴鼠数量达到顶峰时 他们就会自发的集体迁移 奔赴大海自杀 只留下少数同类留守并担当起传宗接待的神圣任务 但事实并不如此 在驴鼠数量聚增 当地食物减少后 他们会进行大迁徙 在长途跋涉的过程中 过个河 翻个坡 都是正常的事情 而半路上死去的都是老弱病残 能到达新家园的都是新生力量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本视频元素源于网络 由生物奇谈剪辑配音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为我们点赞并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